其实我觉得咱们国产品牌的汽车做的也很不错 比如说长安比亚迪以及奇瑞等 说到比亚迪 它的销量本确实一直很亮眼 而且卖的非常的火热 比如说它的唐家族 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46万了 而且成交价均在20万以上 20万以上 说到这我想起来 它有一款新车最近上市 2023款的唐DMI冠军版 而且变化还不少 要不要去看看 那走行 新增冰川蓝配色 搭载丁丁客4.0智能网铃系统 今天我们试驾的是 新款唐DMI冠军版 外观部分的变化并不大 依旧是延续了性管车型的设计 你看就是比亚迪家族 不过这次新增了冰川蓝的配色 也就是我们身旁这款试驾车的颜色 能够在我们即将来临的夏季 增添一抹凉爽的气息 同时它这个车身颜色 也和西双版纳的风景相当的适配 此外在轮胎的尺寸方面 是有所变化的 变成了25550R20的一个轮胎 所以它扁平比也会更宽 那抓地力会更好 而且我们重做起来也会更加平稳 舒适 不过除了外观的颜色 以及这个轮胎的变化以外 新车还有哪些改变呢 其实呢 新车它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变化 并不明显 主要是在配置方面进行了升级 走 我们上车去看看 2023款的唐DMI冠军版呢 在内饰的布局上和以往 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不过呢 新车它是在尊容型 以及尊长型上 标配了金灵城的内饰配色 那么这个颜色呢 据说啊 它是根据太阳出身的颜色来打造的 所以给人很强烈的温馨感 与外观的颜色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确实这个颜色也挺活泼的哈 还比较耐脏 很适合年轻人们 确实 而且啊 我发现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显白 在车内拍照应该很出片 并且呢 中国平台是内置了 Delink 4.0的智能网联系统 可以支持5G网络了 同时呢 还新增了语音免唤醒的功能 以及连续性语音识别 在使用过程中更加的简单方便 同时呢 在七双版呢 我们现在36度的一个高温环境下 那么整个车内 它其实是非常炎热的 但是呢 这款车的空调制冷效果 包括座椅通风的功能 是非常的明显 能够使我们在车内 立马的这个进行降温 你确定吗 我咋觉得这么热啊 你好小迪 在呢 我太热了 把座椅通风打开 把空调打开 把车窗降到三分之一处 副驾座椅调到通风模式了 空调已打开 副驾车窗正在打开 有点聪明哈 二妹 坐在这第二排 那感觉才叫一个舒适 整个坐地相当的厚实 而且呢 能够很好的支撑到我们的腿部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氛围灯 搭配上雅光的度格装饰条 以及钢线烤漆面板 还有Aquatar材质 能够很好的营造出这种豪华气息 不过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我们开门的时候 特别是夏天 很容易在这里留下手指印 那开起来这款车呢 它的动力方面 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依旧是搭载了1.5T的发动机 再加上这个电机组成的 插电混合动力系统 那么我们开起来 其实我觉得 它这台车的行驶质感 和它的外观 并不是非常的相匹配 不会给你一种很笨重的感觉 包括像它的一个油门响应 也是比较积极的 在续航里程方面呢 它的纯电续航是有着112公里 这个续航表现呢 还是比较常规的水准 并没有多出彩 可能你觉得这个续航比较低嘛 但是呢 它的一个充电速度 是比1万更快了 双口充电直流快充 是提升到了40千瓦 所以就相当于 比如说我们从30%度的电 充到80% 只需要22分钟 也就是我们一把游戏的时间 所以对于我们平时使用起来 也会更加的便捷 那么还有一点呢 这款车它是搭载了 FSD的软硬可变的一个 悬挂调节系统 当我们在行驶的过程中 可以应对多种复杂的路况 包括像我们在一些颠簸路段 它也可以有效地隔绝这种颠簸性 对于整体车内的乘坐感受 会有一个提升 包括在我们转弯的时候 其实它的一个悬挂 也可以进行阻尼的调节 能够有效地抑制测轻 包括整体的支撑性 也做得很不错 还有一点呢 是这款车它是采用了铝合金的 多连杆的一个底盘 那么它的黄下质量降低 也可以让我们在开这款车的时候 比较轻松灵活 今天整理前下来呢 我觉得这款车啊 更加推荐它的入门版车型 20.98万的一个售价 同时呢 在配置方面也能够满足 我们家庭来使用 其实唐家族呢 除了唐定麦 更加适合家用 所以啊 如果想要满足油耗低 同时呢 又能解决续航焦虑 就选它